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收看红潮禁闻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10月22号星期六 我们来关注最新消息 10月22号中共二十大的最后一天 公布了下届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名单 让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和常委提前露出了端倪 除了常委大换血只剩下习近平 王沪宁和赵乐际连任之外 现任25个政治局委员中 也有13人不在中央委员名单当中 这意味着他们不能连任 下届政治局委员将更换大半 据盘点 不会留到下届的政治局委员 包括刘鹤 孙春兰 陈希 郭生坤 杨洁篪 许齐亮 王沉 杨小杜和陈全国 连任中央委员的现任政治局委员包括 黄坤明 李强 蔡奇 李希 陈敏尔 李鸿忠 张又霞 胡春华和丁薛祥 其中69岁的陈希出局 意味着他作为习近平心腹 最终没能躋身常位 也不能连任政治局委员 许齐亮不能连任中央委员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也会卸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不过和许齐亮同样都是72岁的张又霞 却出现在新一届中央委员名单里 这显示张又霞作为习近平最要好的太子党兄弟 基本铁定连任军委副主席 至于备受关注主长官场生杀的中纪委 星岛日报认为李希有望担任中共中纪委书记 而今天公布的中纪委委员名单和中央委员名单当中 都有刘金国 预料刘金国将成为中纪委二号人物协助李希 另外杨洁篪没有连任中央委员 但王毅在下届中央委员名单当中 估计王毅会如外界所预料的 接替杨洁篪担任中共最高外事官员 中央外事办主任兼政治局委员 关于政治局委员和常委 23号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将给出最终的答案 不过目前来看习家军一家独大是大概率事件 除了人事之外 二十大闭幕会的另一个焦点是党章修改 根据港媒称 党章修正案强调两个确立 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双循环 反对台独和发扬斗争精神写入党章 这似乎印证了观察人士的推测 二十大之后中共经济路线左转 计划经济复活 对外更加具有侵略性 总之习近平会在葬送中共的路上越走越快 外界一直关注人民领袖是否会被写入党章 认为一旦写入习近平就能终身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 但目前新华社通稿中没有出现人民领袖的提法 习近平对台湾的态度也备受关注 自由亚洲电台刊发署名高新的评论文章 提到习近平在二十大政治报告也表示 坚持不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 认为这就像是普京的末日疯狂 高新说 习近平二十大连任之后 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 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台湾 变本加厉 疯狂的概率越来越大 中共22号的二十大闭幕会期间 出现了罕见一幕 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突然被工作人员带离会场 令外界猜测不断 有分析指出 胡锦涛是被强行拖拽出会场的 有发动政变的意味 根据视频显示 工作人员首先拿起了胡锦涛的眼镜 当尝试搀扶他时 胡锦涛右手缩了回去 一脸的不情愿 然后胡锦涛伸手拿习近平台上的文件 习近平先出手按住文件 工作人员也随机制止 胡锦涛起身之后坐在他左边的栗战书 拿手帕擦了一下额头 并系好吸服扣子准备起身 可能想搀扶胡锦涛 却被一旁的王沪宁拉了下来 示意他做好 中共主席习近平在整个过程中态度冷漠 相关影片在推特热传 引发了网民纷纷猜测 有人说 明显看出胡不情愿的样子 这就是政变 团派被团灭了 也有人说 可能是胡身体不适 不过有网友认为 这么重要的会议 怎么会跟身体有关系 说身体有关系的是在洗地 台湾资深症经评论家吴嘉龙就此在脸书发文分析指出 胡锦涛是在二十大现场被强行驱离驾走 有几点可以参考 首先就是胡锦涛的身体显然没有问题 可以走出去 所以他是被驱离的 其次在大会现场公然这么做 是要做给其他人看 要产生威吓效果 有发动政变的那种味道 另外习近平就坐在胡锦涛旁边 胡临走时想与习说话 但习并未有什么回应 再一个就是栗战书一度想起身 却被旁边的王沪宁拉了一下 是以他做好 吴嘉龙分析说 估计习近平的用意是想收编团派 要团派的人马 但不要团派的领袖 所以胡锦涛 李克强 汪洋都没有位置 吴嘉龙还指出 习近平的帝王心术很厉害 虚虚实实 欲擒故纵 对反习势力 一路下狠招 有软有硬 软的可妥协 硬的要收编 但目的都是一样 都是在巩固个人权力 不容挑战 而据说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将是9人 这样一来 其他8个常委的权力被稀释了 习才是真正大权独揽 中共二十大在22日闭幕 虽然中共主席习近平在开幕致辞时高喊 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 但其依旧坚持疫情清零政策 令中国的外资企业相当悲观 已经有超过半数的外企人才离开 有分析指出 这将成为习近平连任后的烫手山芋 台媒三里新闻报道 位于上海的日本货运公司 在今年3月开始受疫情和清零政策影响 长时间无法出货 导致仓库内商品堆积如山 即便是开放了 短时间内营业额也无法回到过去 大坎五成 除此之外 因为担心当局再度封城 公司还得自备防疫物资 以防万一 这家日本公司上海分部业务负责人田中秋广感叹说 现在是非常困难的营商环境 事实上不只是日资企业 欧美企业也面临相同的困境 中国欧盟商会认为清零政策导致的外资出走潮正在发酵 中国欧盟商会会长表示 外资企业认为无法在外派人员到中国 因为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中共的防疫措施中断了人员的接触与流动 而这对商界来说是致命商 中国欧盟商会还表示 清零期间已经有超过半数的外资企业员工离开 经商环境恶化 这使中国对外资来说魅力大不如前 相比于疫情前 欧洲企业对中国投资额已经减少一成 转向其他国家 除了外资 常驻中国的外籍人士 也对中共的防疫措施抱怨不已 常驻上海的墨西哥民众表示 自己无法回家探望家人 因为防疫限制 他的家人也不能来找他 而他大概的75%的朋友都已经离开了中国 报道指出如何吸引外资回流 将成为习近平二十大后的最大考验 中共二十大二十二号下午刚刚闭幕 四川甘兹州卢定县就发生了5点0级地震 党媒新华社二十二号中午12点28分发布消息称 中共二十大闭幕 1点08分到15分中共二十大中委会等名单相继出炉 紧接着四川就传出了地震的消息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通报 下午1点17分 四川甘兹州卢定县发生5点0级地震 震源深度12千米 中国地震台官网微博称 此次卢定5点0级地震 是前不久卢定6点8级地震的一次强余震 两次震中相距5公里 此次震中距卢定县城39公里 距康定市44公里 距成都市229公里 有中国网民表示 上个月财阵 这个月又来 坐标卢定都要被吓死了 还有网民表示 这样的事都上不了热搜 让人们关注些什么 中共二十大自16号开幕以来 中国社会就极为不平静 首先是17号广西桂林发生大规模山火 紧接着在19号 青海海西州发生了5.5级地震 与此同时 中国多地还因为疫情严格封控 人道悲剧频传 8月18号 大陆知名舞蹈家王迪金船坠楼自杀身亡 年仅44岁 据悉他生前饱受抑郁症所苦 王迪曾多次在央视春晚表演舞蹈节目 还在2012年与知名舞蹈家杨丽萍跳孔雀舞 曾被观众大赞视最美节目 至今仍是经典画面 根据红星新闻报道 王迪自杀身亡的消息近日在网络上传开 他走后留下妻子和两个孩子 王迪是舞蹈天才 从小就接受严格的训练 长大后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 是大陆国家一级演员 他创作了粉末春秋 三家项 南方丛林 玉鸟等多部舞蹈作品 获得过中国舞蹈荷花奖 桃李杯金奖等多项奖项 他曾五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 尤其是2012年与杨丽萍合跳孔雀舞 雀之恋 绝美的身段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被封为春晚最美节目 这也令他名气大增 雀之恋是杨丽萍自编自导的舞蹈 在挑选男主角时 杨丽萍一眼就认定了王迪 之后他们二人多次一起登台表演 是十分亲密的搭档 王迪离世之后多位圈内人士发文悼念 杨丽萍也在朋友圈发出一首小诗断了 悼念王迪 他还在评论区留言说 多么希望你能给我另外一个号码 然后我们预约在天堂再跳雀之恋 目前对于王迪的坠楼自杀的原因 网上热传其朋友的留言 透露他生前罹患重度的抑郁症 数日前还和朋友传讯息 没想到随后竟传出噩耗 亲友朋友都难以接受 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提到胡锦涛在二十大闭幕会中的中途离场 外界的看法各不相同 观众朋友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 那么好 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 感谢您的订阅留言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